资本大饿解直坤去世 终植帝国何去何从 终植系实控人解直坤昨日因心耿去世 终植企业集团微信公众号12月18日晚间发布复告 中共党员 终植企业集团创始人解直坤先生 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武校 于2021年12月18日94时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61岁 解直坤智桑委员会名单中 其妻子 著名歌手毛阿敏 国纳影叶余东 著名导演陈凯歌及陈红夫妇 世贸集团创始人许荣敖等人在列 1995年 解直坤创立黑龙江终植企业集团 从事造纸材料经营 1997年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 2001年 终植企业集团通过参与重组入股中融信托 进军金融板块 2010年 终植将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转让给央企 中融信托获得了国资背景 此后 终植系开始在金融版图狂飙突进 成本中国资本系的重量议员 2002年 终植企业集团联合哈尔滨市国资委 飞龙江省武丹江新材料公司 和哈尔滨宏达建设公司等五家企业 共同出资重组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成立中融信托 中融信托此后成为终植系造学平台 其运作模式大致为 信托财富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PE订增的方式 参与上市公司融资 多数都通过定增成为二股东 保证掌握公司一定话语权 又能够及时套现抽身 同时也布局热门新兴行业的 未上市资产 其后 再将这部分未上市资产 注入中植系关联上市公司中 做高市之后再质押或减持套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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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